由中简两国企业合作建设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已走过十多个年头 西港特区是目前柬埔寨建设规模最大 就业人口最多的经济特区 2021年西港特区全年进出口总额突破22亿美元 同比增长42% 在疫情之下交出了一份亮眼成绩单 近日记者走进西港特区 听总经理曹建江讲述西港特区的故事 我们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 也就是建设实业 因为凡是到我们特区来 投资建设的基本上都是以实体经济为局 我们的经济总量已经赚到了 整个西港城的50%以上 省长的话说我们西港特区 这个是西哈努克省经济的发动机 截至目前西港特区已有来自中国 东南亚欧美等国家及地区的 170多家企业入驻 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近3万个 西港特区的发展极大拉动了当地就业 数以万计的当地人民 在这个平台上实现了人生价值 如今它被誉为当地人民的金饭碗 西港特区的发展意义不止于此 曹建江说未来西港特区将进一步 有效链接中检之间的经贸关系 在深化中检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方面 起到积极作用 我们将为了高质量供建一带一路 高标准会领分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高质量推进西港特区2.0三级板建设 往上寄住娱乐教育医疗等配套服务实施 推动产交融合 运营好特区内中检友谊理工学院 和西港工商学院 为特区的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实现企业发展 以社会责任向融合 以八方供应的理业扎根当地 增加当地人民的获得感 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多出贡献 为中检友谊争振光天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